没化妆呀 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改变自己不再成为一个懒惰 要自律 希望能够多赚点钱 赚多少 赚多少 也别说一个亿吧 但是呢一两百万还是要有的 2021年 我说要自己身体健康 想做一些有育力的事情 明天正式上班 希望可以再结再历 2021年的目标 是希望自己的学业有所进步 然后想要考取更多的证 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我觉得女性的话 现在独立应该是第一位吧 因为毕竟第一要有房要有车 你才能遇到一个对你很好的男的呀 家庭吧 我的宝宝 让她能过好一点的生活 因为母亲她是一个女强人 然后我觉得 因为她自己的能力 然后是家庭 还有她 对更多人给予爱 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样的女性 父母是我的一个动力 因为希望她们身体健康 那么身体健康 那么多赚点钱 就能带她们出去旅游啦 对不对 还是买房子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美好的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女性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女性 请订阅女性 请订阅女性 请订阅女性